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学习第九课 阳光总在风雨后 第四部分 先来看一下生词 跟我读 勇敢 勇敢 结果 结果 失败 失败 过程 过程 至少 至少 总结 总结 好,来看一下第一个 勇敢 我们说谁很勇敢 勇敢的什么 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 是吧,勇敢 所以呢,我们做事情不要害怕困难 是吧,不要害怕困难 要勇敢 要有信心 要自信 好,下一个 失败 失败 好,失败 opposite 成功 succeed 好,看一下 失败 有时候失败也不是坏事 有时候失败也不是坏事 对吧 那么你们在做一件事情 没有成功的时候 失败的时候 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你可以有一些经验 经验还记得吗 experience啊 你会有一些经验 然后下次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成功 所以有时候失败也不是坏事 失败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是吧 那么看一下 这个人他只喜欢成功 不希望失败 所以成功 失败 他们是appare 好,下一个 过程 过程 什么什么的过程 学习的过程 那么你们学习医学的过程 真的很辛苦 对吧 医学 很难 学习医学的过程 真的很辛苦 但是呢 如果你好好学习 那么结果会很好 是吧 你会得到成功 你会获得成功 好 那么学习跳舞的过程 很开心 学习跳舞的过程 是吧 那我们如果有同学 非常喜欢跳舞 你会觉得 这个过程 很开心 所以呢 学习一种东西的结果 不是最重要的 什么最重要啊 过程 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你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会获得开心 是吧 获得经验啊 所以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下一个 至少 至少就是最少 所以它的opposite 我们可以说 至多 至多少 少 多 那么至就是最啊 所以至少 最少 那么至多 就是最多 我们来看 第一个 教室里 至少有60个学生 我不知道 它的exact number 但是我看 一定 不比60个少 好啊 就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有多少学生 但是我看了以后 我知道 它 一定 不比60 少啊 不比它少 那么这个 我说 至少 60个 教室里 至少有60个学生 好 它看了 至少 100本书 就是它可能看了100本 也可能看了101 102 103 200 但是 可不可能看了50本呢 是不可能的啊 不可能50本 一定 不比100少啊 那么至少 100本书 好 那么 看一下 我们前面都是说 至少有多少个 或者至少多少啊 plus number 那么我们看 第三个句子 做错了事情 至少要说 对不起 做错了事情 至少要说 对不起 好 如果你做错了事情 你首先 你要说对不起 对吧 你可以不做别的事情 你可以不买礼物送给他 你可以 不给他钱 但是呢 你最少要做什么呀 要道歉 要说对不起 说对不起 好 这是 至少 最后一个 总结 好 总结什么 我们有几个term 总结经验 做一件事情 你要总结 你做的好的地方 总结经验 好 有一个new word 总结教训 教训 就是做的不好的地方 总结做的不好的地方 一二三 好 所以呢 你在做完一件事情以后 你要看一下 你要总结一下 你要做一个总结 做总结 那么 看一个句子 它总结了自己学习汉语的过程 他总结了自己学习汉语的过程 怎么总结啊 可能是 开始的时候 怎么样啊 后来怎么样 最后他怎么样 是吧 这个叫总结啊 好 好 下边我们来读一下 生词 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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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的人 结果 结果 失败 失败 成功 过程 过程 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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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多 总结 总结 总结经验 总结教训 做一个总结 下边看一下生词的练习 一起看 第一个 勇敢 勇敢 下一个 结果 下边 失败 下一个 过程 最后一个 总结 好 生词我们就讲完了 下面 看一下 这一刻的 语言点 结果 好 结果 我们这一刻 学的结果 它是一个 noun 对吧 好 什么什么的结果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句子 小张 你这份计划书 计划书 plan 计划书就是计划 写的那个计划 的document 这份计划书写的不错 就按照这个计划 按照计划 according to this plan 去做市场调查吧 市场调查 market survey 好 下个月 把调查结果 交上来 交上来 submit 交上来 submit 那么下个月 把什么交上来 把调查结果 就是你调查的这个 result 对吧 把调查结果 交上来 那么这个结果 它是一个noun 第二个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 那就勇敢地去做 为什么用这个的 记得吗 因为 做 去做 后面是一个动词 是一个verb 好 所以呢 用这个的 勇敢地去做 不要担心 什么 我们需要一个noun 在这里边啊 不要担心 结果 不要考虑 会不会失败 就是不要去想 你会失败 还是成功 好 那么担心 后面 noun 对吧 好 那么前两个句子 这个结果 它都是名词 noun 但是 我们这里边 它还有一个 word classification 它是一个conjunction 结果 那么前面是原因 是一件事情 后面是这件事情的result 那么它还可以做conjunction use alone 我们来看一下 我妻子想减肥 想变瘦一点 所以 她每天早上 都去骑马 她做什么呀 她去骑马 想锻炼 想减肥 是吧 那么结果 好 它是一个conjunction 后面就是说result了 对吧 那么结果怎么样呢 马 竟然在一个月之内 一个月之内 就是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瘦了二十斤 好 所以呢 妻子想减肥 她去骑马 妻子没瘦 马瘦了 是吧 结果啊 好 下一个 有些人爱说差不多 例如 每天的工作都是完成的差不多 结果 result是什么 积累下来 积累 就是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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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积累下来以后怎么样 就变成差很多 好 那么 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每天的工作都是差一点 那么很多个一点在一起 以后就会变成很多了 对吧 它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呢 结果 它还可以做conjunction 后面可以说一件事情的result 好 所以呢 结果两个 一个是noun 一个是conjunction 好 下边我们来看一个练习 第一个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成功它是讲成功的事 所以 b 是吧 成功是坚持不放弃的结果 什么什么的结果啊 坚持不放弃 第二个 昨天晚上我一直工作到很晚才睡 然后呢 睡得很晚会怎么样啊 c 是吧 结果 什么结果呀 今天一天都很困 很困 困就是想睡觉 sleepy 好 第三个就是a 昨天的面试结果还没出来吗 面试结果啊 什么结果呀 面试的结果 a 明天或者后天吧 他们会打电话通知 好 这是我们语言点 还可以啊 不是很难 好 下边我们来看一下 课文4 课文4 先看两个问题 第一个 过程 过程和结果 哪个更重要 要是太看重结果会怎么样 好 看重结果就是把结果看得很重 轻重 记得 看得很重就是你非常的value啊 这个叫看重 要是如果你太看重结果 太value这个结果会怎么样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说失败了也没关系 好 现在 请同学们听我读 然后回答问题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 那就勇敢地去做 不要担心结果 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 要是太看重结果 失败就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烦恼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做事情的过程上 这样你会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解决问题的快乐 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给不了的 即使最后失败了也没有关系 因为至少你已经努力过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失败中总结出有用的经验 有了这些积累 成功自然离我们越来越近 好 第一个问题 过程和结果哪个更重要 听到了吗 Answer是 过程更重要 要是太看重结果会怎么样 太看重结果 失败就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烦恼 第二个 为什么说失败了也没关系 因为至少你已经努力过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失败中总结出有用的经验 有了这些积累 成功自然离我们越来越近 好 这是答案 没有听清楚 没关系 下边我们来看一下这篇课文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 如果你想做任何的事情 你想做任何的事情怎么样呢 那就勇敢的去做 勇敢的 勇敢的去做 不要担心结果 不要考虑 不要去想 会不会失败 会还是不会失败 要是如果太看重结果 看重 opposite 看清 一个是value 一个not value 好 要是如果你太value这个结果了 那么失败就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烦恼 人们就会觉得很难过 是吧 很多烦恼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把什么 把注意力 好 注意力 attention 把你的注意力 把你的attention 放在哪啊 放在做事情的过程上 这样 这样做你会怎么样呢 你会在做的过程中 做什么什么的过程中啊 做的过程中 发现 发现 解决问题的快乐 发现快乐 什么快乐 解决问题的快乐 好 这是其他任何东西 any other thing 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给不了的 给不了 注意 了啊 就是不能给 就是别的东西 就是别的东西都不能给你这样的快乐 后边 即使什么什么 也 即使最后失败了 也怎么样 没有关系 没关系啊 因为 因为 至少 你已经努力过 努力过 pastatens 至少努力过了 而且 还有什么呀 我们还可以 从失败中 从什么什么中 从什么什么里面啊 从失败中 总结 好 这里边有一个出 总结出 因为你是从什么什么里面 去总结 那么他的direction是out 所以是总结出 总结出什么呀 有用的经验 有了这些积累 这些积累 accumulation 积累 有了这些积累 这些经验 是吧 成功 自然 自然怎么样呢 adverb啊 离我们越来越近 离什么 近 对吧 离我们 怎么近呢 越来越近 好 这是我们的课问 好 所以说 过程和结果 哪个更重要 在第三行 是吧 third line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 放在事情的过程上 所以过程更重要 要是太看重结果 会怎么样啊 看重结果 在second line 是吧 要是太看重结果 会怎么样呢 在后面 失败就会给人们 带来很多烦恼 好 第二个 为什么说失败了 也没关系 在哪呢 在这个地方啊 即使最后失败了 也没有关系 好 为什么呀 他告诉你了 后边有一个 因为是吧 为什么 就是因为 这个地方 至少你已经努力过 而且我们还可以 从失败中 总结出 有用的经验 有了这些积累 成功 自然 离我们 越来越近 好 这就是我们 这一部分的课文 我们再来读一下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 那就勇敢地去做 不要担心结果 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 要是太看重结果 失败就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烦恼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做事情的过程上 这样你会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解决问题的快乐 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给不了的 即使最后失败了 也没有关系 因为至少你已经努力过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失败中 总结出有用的经验 有了这些积累 成功自然离我们越来越近 第四部分我们就学完了 谢谢同学们